各位学员大家好 今天呢咱们开始漏洞专题底下 针对咱们暴力破解攻击这个漏洞专题的第四讲 那么咱们本次课程呢主要是讲解一下 基于CS架构的一个实力演示 那么以下呢是咱们本次课程的目录 那么首先呢我会给各位学员去介绍一下 基于CS架构它常见的检测方式都有哪些 第二呢就是咱们一个本地的一个实力演示了 主要是基于一个CS架构的一个暴力破解 那么我这里是采用的主要是以这个远程周面为例的 一个暴力破解 那么咱们这里呢首先看第一 就是基于CS架构它常见的检测方式都有哪些 那么这里同样我和这个BS架构的这个检测方式呢 这个分类是同样的啊 就我在这里划分成两大类 那么第一大类呢就是一个远程通讯的一个方法 第二大类呢就是一个本地破解的方法 那么首先看远程通讯方法 同样的也是六个步骤 那么第一个步骤是干嘛呀 它就是确立的攻击目标 那么这里的攻击目标呢 它往往常见的为这个远程桌面啊 一个管理的一个地方 SSH一个管理的 以及MySQL远程链接 Sew server远程链接等等一些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FTP啊啊等等 以及VNC的 那么这是第一 确立攻击目标 第二的话就是咱们建立Socket通信 同样的和咱们BS架构啊 这个第二步一样的啊 同样也是这个都进程的 那么第三呢就是咱们一个输入这个咱们要暴力美举暴力破解一个账号 那么这里的话一般为这个系统的或者一些远程的默认的一个管理员账号 你比如说像这个远程桌面的 它默认的话就是Administrator SSH它默认的root MySQL也是root啊 SOS的话就是SAR Oracle的话一般的话默认也是啊 这个比如说SYS啊 SATUM啊等等一些 那么这是第三 就是咱们输入这个测试账号 那么第四呢 就是咱们通过字典 或者一些规则呢 去生成一个带测试的密码 这里呢也就是所对应的这个字典文件 就生成字典文件 这是咱们第四步要干的 那么第五步呢 就是干嘛去模拟一个这个正常的用户 比如说去提交这个用户名密码 并且向这个 服务端的发送这个请求 然后呢取得这个服务端啊 这个反馈的这个结果 并且进行一个认证 那么这是第五步 假如说第五步 它这个发送的密码 它是错误的 那么第六步这里 程序就会拒绝密码 并且让这个用户的重新输入账号密码 也就是说重复第四步 那么这里呢 同样也是一个这个反复的一个过程 假如说密码通过 那么程序将会停止 显示这个正确的密码 那么以上呢 就咱们远程通信啊 这个方法的一个检测方式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一个本地破解的方法 同样 它这里呢 划分成这个五个步骤啊 那么第一个步骤呢 它是干嘛 它是将密码档中的一个账号 和这个密码的密文 用一些这个程序呢 将它这个变量呢 进行一个保存 那么第二呢 就是通过这个字典 或者规则 去生成一个带测试的密码 一个这个名文 第三步呢 就是将待测试的这个密码名文呢 用它这个当前这个系统密码 加密的一个同样的算法呢 去进行一个加密 第四步就是对上述的这两种 加密后的密文 与这个程序 编论中保存的这个密文 去进行一个比对 假如说相同 那么这个程序呢 将会停止 并显示出这个当前的这个密码 假如说不同 那么它将会重复第二步操作 也就这里去编例咱们这个字典文件 然后再进行一个比对 以上呢 是咱们这个本地破解的一个方法 一个检测方式 那么接下来就是咱们一个实力环节 实力演示的一个环节了 那么我在这里呢 是用了我另外一台这个 这个讯机啊 然后对他当前这个主机呢 进行一个远程桌面的一个爆破 这里是他的IP 那么我在这里呢 我首先看一下他当前的IP啊 有没有开放这个远程桌面的砖口 OK啊 他现在这个389是开启着的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进行查看 看到没 他是开启着呢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要对他当前这个IP呢 进行一个远程啊 一个这个远程桌面的一个暴力破解 那么我在这里是进入了这个HY DI这个小工具 好的 我在这里呢 就以这个命令行啊 进行一个打开 那么这里呢 就是咱们这个软件的一个这个 直接回车的话 它是显示的一个帮助的信息啊 就是当前一些参数 包括他的一些含义啊 都是干嘛的 以他所对应现在支持的一些这个服务 就代表什么意思啊 就我当前可以对哪些服务去进行一个爆破 比如像这个SFTP的 四颗路由器的啊 包括这HTP HTBS的啊 包括他盖的请求 Post的请求 以及是表登请求 包括一些代理的 还有一些这个 比如说OA口输入库的 以及MySQL 啊 School Server MD5 包括这个邮箱的啊 当然还有一些这个 呃 接下来要做的这个RDP的 VNC的啊 等等 Tionet SSH Socket 都可以啊 他这个支持的协议挺多的 那么这里呢 我就接下来输入我的一个参数了 那么这里是我们 打软件 就是这个HY DIA 这个 然后呢 -L -L是干嘛 就是指定当前这个用户名 咱这里就用它系统的默认 默认用户名 Admitrator 然后这里再加载一个字典 这个杠大P呢 就是加载一个字典文件 那么我在这里 指定我本地的这个 这个字典文件 PASS的TRT 那么接下来干嘛 接下来就要输入这个目标的 这个这个IP地址 192.168.203.167 那么当前呢 我是对他这个389远程对面 这个服务进行一个 这个远程的暴力破解 那么他这里锁定服务呢 就是RDP远程对面的 好的 那么我这里直接回车 然后这里他提示啊 已经开始对他当前的一个服务 锁定的这个389端口呢 已经一个暴力的一个破解了 这里大家请稍等啊 当然的话 如果你想加载它的速度 你也可以用一些其他的参数 比如说像他一些县程啊 好的啊 那么我这里呢 已经啊 成功的这个完成了一个暴力破解啊 然后并且提示出了当前的这个账号 以及锁定的这个正确的密码 一个这个value 就可用的密码已发现 所以已经成功的完成了 那么他这里账号Admitrator 密码是password的 然后是TES 2016 那么这里咱们就远程周围 登录一下 看到没啊 已经成功的啊 登录到登录到咱当前的这个服务器当中了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咱们这个实力演示的一个环节了 当然我这里之所以暴力破解成功呢 是因为我这个字典文件里边 有对应的当前这个正确的密码 假如说没有的话 那么他最后也肯定是以这种失败啊 去进行告终的 当然的话 所以这个暴力美举暴力破解这块的话 还是要根据就是你 依据你这个字典啊 这个强大 然后呢去这个增加他的一个这个概率啊 就成功的一个这个暴力破解的一个概率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咱们本次课程的这个内容了 那么咱们本次课程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观看 Thank you 谢谢大家观看